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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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变化呢 平遥县地处山西省中部 南陵高大的太阅山脉 东西两侧毗邻太行山与吕梁山 距离平遥二十千米的地方 有一个名叫恒波村的古老村落 由于背靠着平遥地区的最高峰孟山 所以这里的耕地稀少 老百姓往往利用山地饲养牛羊 村民康国华 每天清晨都会和儿子一起到山坡上为牲畜准备草 这一天老康像往常一样来到山上 过一会儿 草丛中传出了一阵奇怪的嘶嘶声 老康的儿子寻声望去 只见草丛中一条五花大蛇正朝他们昂首吐信 突然大蛇猛地扑向了小康 在他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当康国华回过神来 那条凶猛的蛇早已不知窜到了哪里 万幸的是咬伤小康的并不是毒蛇 小康的伤口也在几天之后开始愈合 但是这件事却在村子里迅速传开 村民们都感到十分不羁 因为从古至今 这一带的山上从没出现过蛇类 我最经历我们就没有结果 他在迪丽的高好就骂结果是吧 正当村民们感到十分困惑的时候 另一位村民回家时 也看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生物 墙角边趴着一条红黑相间的蛇 大娘战战兢兢地拿起铁锹驱赶 可一瞬间 那条蛇就顺着墙角溜得无影无踪了 几天后 又有人在村中发现了蛇的踪迹 一系列的蛇蟒出没事件 使得村里人感到十分诧异 他们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蛇 人们纷纷猜测说 山里可能还有更多的蛇 这些蛇也很可能会继续咬伤百姓 危害村民 那么 恒泊村一带出现了蛇类的踪迹 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些蛇又和这一带的自然环境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为了探明平遥附近可能出现的地理变化 地理中国设置组驱车来到了平遥古城二十千米外的横坡村 然而让设置组没有想到的是 早香告诉我们 就在几个月前 几乎家家户户都发现过蛇的身影 山坡上也时常有人被蛇咬伤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 附近所有的蛇都突然不知去向 似乎在一夜之间都集体消失了一般 一切了结果现在就没有了 群蛇的突然消失 让设置组不禁怀疑 这里是否真的存在过蛇群的踪迹 看到我们有些将信将疑 村民老王带领设置组来到了村外的山坡上 老王说 这里原来有一个曾被蛇虫盘踞的洞穴 他自己亲眼看见过 有两条身长一米左右的花蛇从洞中出没 不一会儿 设置组在距离村庄不到五百米的地方 找到了老王所说的蛇洞 生了好像蛇洞 这是一个拳头大小的洞穴 它隐藏在草丛深处 设置组试图通过专业摄像机查看洞窟中的情况 然而由于空间太过狭小 我们始终无法看清洞底的情况 那么这个洞穴里究竟还有没有蛇生活呢 老王想到了一个土办法 要是咱拿烟熊一下 熊完以后里面动物石就会跑出来 对 它用这个动物建的那个烟 它那边撬它就跑出来了 于是 在确认了洞穴周边没有其他洞口后 村民老王将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 避免引燃其他草物 好 那我们小心一点 好嘞 随着甘草的燃烧 设置组在洞口旁仔细地观察着 然而 当甘草已经燃烧殆尽 也始终没有动物窜出洞口 所以说它可能里面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对 我刚才应该没有 那我们就再去寻找一下它有没有其他的洞 走吧 随后 设置组在村民的带领下 在这座平遥最高的山峰 梦山脚下 寻找了整整一天 却始终没有发现蛇类的身影 这样的调查结果 让设置组和村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村民们说 几个月前 确实有很多蛇在附近盘踞 而现在 这些蛇却突然消失 这其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奥秘 却谁也说不清楚 恒博村蛇群突然出现 有离奇失踪的现象 吸引了许多专家的目光 他们也来到这里展开科学考察 宋京 山西农业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 常年从事 爬行动物野外生存环境的研究工作 专家告诉我们 孟山不仅是平遥的最高峰 也是整个太岳山北路生态环境最好的山岭之一 而恒坡村正好处于山体北侧的阴坡 对于喜好阴冷湿润环境的蛇类而言 的确是难得的生存环境 果然 在孟山山腰的位置 专家就发现了许多破碎的岩石 他说 这种岩石能够为蛇类的生存 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这种地质结构就是典型的红沙岩结构 一片一片的 甚至这些都可以轻易的掰开 而且这种 它这个任性很差 这些孔鲜既可以为蛇提供隐蔽空间 另外也形成了蛇的食物 什么蜥蜴和一些小型昆虫 或者一些无机器动物 可以躲在其中 专家说 在孟山中部 大量的岩石缝隙和接近60%的植被覆盖率 构成了山西省中部地区较为理想的生态环境 然而 我们在这些岩石裂隙形成的空间中 却依旧没有发现蛇类的身影 经过仔细的分析 宋经推测说 现在已经进入了农历九月 海拔1900余米的孟山 山顶最低气温已经接近了零摄氏度 在这个季节 虽然树叶尚未发黄 但是对气温敏感的蛇类等爬行动物 很可能都迁徙到了山脚下较为温暖的河谷地带 在宋经的带领下 靠察组从孟山山坡一路向下搜寻 当大家来到一个开过的河谷中时 突然草丛中出现了稀稀素素的声音 哇 找到了 这里还有只小一点 那只跑掉 原来 宋经在这里发现了一只体态娇小的林蛙 专家说 林蛙是一种分布广泛的两栖动物 它多栖息在湿润凉爽 光照不强的山间溪流附近 是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动物 然而让大家感到奇怪的是 不知为什么 几秒钟之后 原本活蹦乱跳的林蛙 居然四脚朝天 奄奄一息了 而此时 专家却一眼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它这个喉部还在动 另外它的碎膜还没有打上去 眼睛在眼睛还针着 你看 其实我把它翻过去就会跳的 看 它其实还是活着的 但刚才它那个是装死 原来这只林蛙把我们误当做了天敌 它在一瞬间启动了炸死的本能 果然 生性激进的林蛙 趁着我们说话的间隙 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 不一会儿 考察组在这条河谷中 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两栖动物 在石缝中 还生存着许多昆虫 专家说 这些生物都是爬行动物的美滩 这里很可能会发现 与蛇有关的线索 很可能我们一会儿就可以发现一条死亡 但是在河谷中 仔细搜寻了几个小时 考察组除了发现更多的林蛙和昆虫外 一无所获 在茫茫太越山里 考察组将继续寻觅那些细弱油丝的见索 平遥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蛇 这个问题让专家感到十分的困惑 他告诉我们 因为山西这个地方十分特殊 我们来看一下 近西北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影响 降水稀少 十分的干旱 那些地方肯定没有大规模蛇群的生存空间 而山西的南部我们再看看 因为受到黄淮地区暖湿气团 温和气团的滋润 气候温和雨量适中 所以在山西南边的山里 常常有人发现蛇群 那平遥呢 专家说平遥这个地方 恰恰属于山西省的中部 黄土高原的边缘 它既不靠南也不靠北 这个地方有没有大规模的蛇群存在 还真不好说 如果在平遥一带发现蛇类种群的生存 那么至少可以证明 山西中部的自然环境 已经兼具了南方的特点 这时候专家想到了平遥古城 因为那里已经有着2700年的历史 也许在古城当中 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显示过蛇类存在的文化符号和历史线 在专家的建议下 摄制组来到了距离恒坡村20千米的平遥古城 在平遥古城的大街上 老字号的传组店铺临街而立 在细细攘攘的街道两旁 考察组一时并没有发现太多有价值的线索 不久后我们找到了一位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侯全英今年66岁 她从祖辈那里学到了一种平遥独有的窗花图案 蛇盘兔 叫蛇盘兔必经兔 这个蛇是个灵魂的渡王 这个它里面盘着埋花 侯大妈告诉我们 蛇盘兔是平遥一带流传已久的图案 它的寓意是灵蛇盘宝金蛇献锐 在清明节 当地人还将蛇盘兔的图案制成面石 在明清时期的刁板瓦当中 也有不少蛇的形象 专家说 这些民俗文化符号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深处山西腹地的平遥地区 曾经生存了一定数量的蛇类种群 蛇在平遥已经成为了一种富贵吉祥的文化象征 这样的发现让考察组感到 也许重新调整考察思路 就会发现附近山岭中隐藏的蛇群 也许从地质地理的角度 能够发现更有价值的科学线索 种种迹象表明 蛇这种无足爬行动物 千百余年来一直在平遥地区生存着 为了能够从地质科学的角度 确定平遥地区蛇类的生存空间 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 参与到我们的考察当中 徐昭磊山西省区域地质调查队教授 徐教授告诉我们 曾经出现蛇群的横坡村 位于太岳山脉的北路 这一带属于典型的沙岩地貌 然而由于蛇是一种喜爱潮湿环境的动物 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对横坡村附近 孟山地区的水环境展开考察 在海拔一千九百米的孟山的山顶 徐教授发现了一股清泉 咱们这地方 整个太岳山的北坡 都是由沙叶跟叶叶组成的 这两种石头 基本上不是漏水层 能把水搁挡住 但油不剩下去变成地下水 徐昭磊告诉我们 由于这一带的岩石透水性很差 所以在山坡上 遍布着这种流量不大的山泉 而众多山泉都向山下汇聚 如果我们找到了山泉汇聚而成的河道 或者湖泊 就很可能发现蛇类聚集的地方 向山下行进不久 泉水果然汇聚成了溪流 而溪流边的岩石 吸引了徐昭磊的注意 这石头都圆的了 本来冷冷静静的 徐教授发现 这种岩石原本应该是方方正正 棱角分明的形态 然而眼前这些石块的边缘 却都已经十分圆润 说明咱们这些地方的岩石 那个浮水性更好 因为不仅一株那些构成关通那些 这个株也构成关通那些 所以两株关通那些关下去的地下水 含水量就相当于是更高些 徐教授告诉我们 很可能是这条溪流的流水 将原本棱角分明的岩石 侵蚀成了现在的模样 这说明了这条溪流 从古至今水流潺潺 而河底游动的蝌蚪 也表明了这条溪流 是由众多水质优良的泉水汇聚而成 专家说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溪流 继续向下寻找 也许会找到众多山泉 最后的汇聚之地 当考察队沿着溪流 来到孟山的底部时 一潭幽壁的湖水 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波光淋淋的湖面 让湖畔显得生机勃勃 在湖边的岩石上 徐教授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这沙岩沉浸构造 沉浸泥线很发愈 还有激烈线也很发愈 徐教授告诉我们 湖畔的这种沙岩 水平方向因为沉积形成的裂隙 和垂直方向因为地质挤压 形成的裂隙都很明显 这种沙岩是太岳山一带 透水性最好的岩石之一 在这两种接力发育情况下 它的水是由往外渗漏的 那两栖类动物 真的也比较多 对它们来说是最好的那个猎场 发现了这些裂隙明显 透水性很好的岩石 徐教授说 如果太岳山北路的平遥地区 还有蛇的存在 那么这一带就是最理想的生存环境 如果生物专家在湖畔的河谷中展开搜寻 很可能会发现爬行动物的种群 第二天 风小蛇性的诵经来到了这里 在流入湖泊的一条小溪边 果然发现了草丛里的异常 专家小心翼翼地将小蛇捕破 抓到了 这条蛇红黑相间 体长在五十厘米左右 略成三角形的头部 让人感到有些恐惧 正当我们打算更仔细地观察它时 意外发生了 小蛇突然从盒子中一跃而出 专家几次试图用蛇钩勾起 可这条蛇却十分机密 灵活地和我们周旋着 几分钟后 专家在小蛇准备逃入草丛的一瞬间 将它再次捕破 这一次 专家迅速盖进盒子 防止它再次逃出伤人 很快 考察组来到了树里之外的横坡村 听说专家抓到了毒蛇 村民们纷纷围拢过来 他们说 这种蛇就是前些日子 在村里看到的种类 这条蛇是赤链蛇 它也是以捕食鱼和蛙为主的 当听说这种蛇名叫赤链蛇时 村民们都有些担心 因为这条蛇颜色鲜艳 性情凶猛 而且还有着略成三角形的头部 然而专家却告诉村民们 赤链蛇虽然看上去有些恐怖 但其实是一种对环境有益无害的生物 这个蛇咱们大家看一下 也没有毒 主要是人血动物 大家看 它体型不会长到太大 海队人也造不成伤害 大家也不需要随便捕杀它们 我们看到了以后 碾到地里就好了 有时候 村民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好 专家的讲解 让村民们逐渐打消了起初的故事 但是村民们仍旧不太理解 这样的动物 为什么在专家看来 能够有利于附近山岭的生态环境 于是 宋经在实验室内 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蛇的捕食习性 在实验室内 专家将抓获的赤链蛇放到了玻璃箱里 然后将刚刚出生几天 用作试验的乳鼠也放了进来 只见这条蛇很快就嗅到食物的味道 一口咬住乳鼠 果然 这条蛇毒性很小 直到最后 乳鼠也没有明显的中毒迹象 专家告诉我们 通过这样的试验 证明了赤链蛇的主要捕食对象 是体型较小的昆虫或未成年鼠类 赤链蛇不仅不会轻易伤人 反而能够消灭一部分害虫和鼠患 而这一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蛇类 恰恰是当地自然环境不断优化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恒坡村 这个原来荒废的山林里面 得到了很好的植被恢复 为蛇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和隐蔽的场所 使用生态环境恢复 对于野生爬行动物五种恢复的一个重要表征 专家分析说 由于近年来当地人绿化荒山 种植树木 使得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恢复和改善 原本干涸的湖泊也出现了壁波荡漾的景象 于是许多野生的爬行动物 也随着生态的恢复 慢慢从山西南部山岭中 遷移到了近中一带的太岳山中 在夏季 蛇类的活动空间增大 往往会进入村中 到了秋季 随着气温降低 气候干旱 蛇类就又回到了湖泊边 相对湿润温暖的河谷地带了 困扰平遥县恒坡村村民很长时间的谜题 终于被专家一点点破解了 原来蛇的出现正是只被恢复生态越变越好的表示 然而正当恒坡村村民感到庆幸的时候 有人却突然在山坡上发现了大量的蛇的尸体 初步统计死蛇多达上百条 而且这些死蛇有大有小 死亡时间还都几乎相同 这又一次让村里的老老小小感到十分的惊恶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再次前往平遥最高峰孟山脚下展开科学考察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